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日前于南投文化园区 办理以五官体验为主的文字小旅行活动 号召来自各地共17位民众一同走访南投文化 一同品尝美食赏文化做体验 县府文化局长林荣生及县议员张家泽也到场共襄盛举 我们今天举办这样一个文字小旅行 活动当中包括参访税务出张所 南投戏院还有蓝田树院 以及南投的民权市场等等 也带民众们到民权市场里面去做昂谷柜 还有做漆议就是用漆的方式来制作筷子 不管是有形或无形 我想我们都多方面来推广 希望让所有的民众大家共同来参与 也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把文化资产 这样一个观念不断的向下扎根与强化 本活动首次才每人500元收费制 活动期间除了有精彩的文化资产导览 旗快 昂姑柜及洗衣体验外 全程借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文化资产志工队服务 县议员张阿泽也感谢县府文化局的用心 并欢迎民众有空多来到南投市旅游 感谢我们南投县文化局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 举办这么有意义的南投市的这个文化资产的小旅行 那当然我们南投市非常多这些历史的古迹 当然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关心 一起共同来参与 尤其我们家在南投市住超过六代人 南投市有很多值得大家一起来探索的历史故事 也欢迎大家有空多来南投市旅游 来了解我们南投市的历史文化 县府文化局长林荣胜也表示 文化局相当重视在地文化资产的推广与宣传 让民众从街景、人文、小吃、记忆来认识南投文化 虽然活动只有短短一天 但肯定会带给大家满满的回忆 记得成为南投采访报道